批评王妃唱歌走调遭拳网攻击 拒绝假唱被所有人嘲讽 龚琳娜的一生真的只为音乐 2006年一首神曲横空出世 极度夸张的表情和另类的造型 让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 这一唱让龚琳娜彻底走红 随后她更是趁热打铁 发布不少筷制人口的作品 法海你不懂爱金箍棒 更是一度被誉为超越凤凰传奇的歌手 而这些歌都不足以体现龚琳娜的水准 直到立江混沌的发布 龚琳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首歌一共三分零四秒 全曲有838个字 不加金奏的话 龚琳娜平均一分钟能唱完270个字 画下来一秒就要唱四个字 这口才这记忆力足以让人敬佩 能把这首歌唱下来 你想得老年痴呆都难 这是龚琳娜对这首歌的评价 这首歌是史无前例的 而足以证明龚琳娜的水平是国家级别的 五岁灯台七岁考进苗苗艺术团 就开始了全国各地的表演 本着对音乐的热爱 她一直努力着 当有人质疑她的能力时 她会毫不犹豫地回击对方 我绝对不会出任何差错 这是一个七岁小女孩的信念 或许你会诧异 明明是本安玩耍的年纪 她为何会如此在意别人的评价 因为身边经常会有人跟她说 如果你不能出名 就不是一个好歌手 所以出名这两个字 就成为了她的座右铭 直接印在了她的脑海里 2000年一场清歌赛 直接让龚琳娜成为人民最喜欢的歌手 毋庸置疑她出名了 成为了一个好歌手 成为了最顶尖的歌唱家 在豪华奢侈的舞台上发光发亮 然而 就是那么一个国家级别的歌唱家 每天都要遭受各种争议和嘲笑 而事情的起因 竟是源于龚琳娜的实话实说 唱歌好不好跟感冒生命无关 跟坚持不懈的努力有关 这是龚琳娜对王妃的评价 而龚琳娜之所以这样评价王妃 是因为王妃在一场演唱会中的失误 而这次失误直接引起了轩然大波 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底下的人替王妃开脱 说天后只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才会出现差错 这话让音乐痴迷者龚琳娜看不下去 直接批评起了王妃 随着这段话的发出 龚琳娜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说龚琳娜曾王妃热度 网络上谩骂声一波接着一波 而面对这些个谩骂 龚琳娜并不在意 她并非只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而是出于对音乐的敬佩 中国音乐需要真话 现在的乐评人敢说真话的也越来越少 如果说因为这样的建议会督促她 她又可以艺术生命更长给大家唱歌 那是好事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我不好的时候 欢迎大家批评我 在她认为 人只要是自己的缺点 有批评才会有进步 要是连他们这些大明星都不努力 那么中国音乐要向谁看齐呢 而她之所以这么抵触那些对音乐不认真的人 都是跟她身上发生的一切有关 五岁出道到现在 龚琳娜一直享受着鲜花和掌声 年姐25岁就拿着比同龄人高几倍的工资 可以说那是她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然而每次演出就跟要她命一样 她甚至觉得自己不配站在那个舞台 在越来越商业化的演出中 龚琳娜厌倦了一度流行的假唱 游戏导演为了保证 演出不出状况 就让演出提前录好腰唱的歌曲 等到时候直接上台拿着麦克风对口型就好 虽然对自己负责了 但是对观众是实质性的欺骗 花钱看演出要的就是真唱 如果只是拿着麦克风装样子的话 何不买个磁带回家听呢 但是这是行业的潜规则 谁也不能打破它 所以那段时间的龚琳娜很迷茫 一直到02年 龚琳娜遇见德国籍作曲家老罗 他才从深渊中走出来 假唱太恶心了 没有灵魂和艺术的美感 这是老罗第一次听龚琳娜演出的评价 那一刻龚琳娜醍醐灌顶 毋庸置疑 能拽他出深渊的人出现了 这话狠狠地戳到了龚琳娜 他没有反驳老罗的话 而是虚心地听着老罗的意见 在不断的交流中 连两人的灵魂都重合到了一起 一种感情也随之涌上心头 2004年两人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后来老罗不说 世界上还没有属于中国音乐的一席之地 我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跟我一起做出那属于中国的音乐 听到这句话 龚琳娜觉得自己嫁对了 他不再接受那些浮躁的上演 反而是跟着老罗离开城市 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学习音乐 创作音乐 俗话说高手在民间 他会放低姿态 找民间艺人请教问题 整理那些丰富的知识 和极其特色的长枪 而那一刻才是真的龚琳娜 不为资本低头的龚琳娜 不再是那些花里胡哨的长枪 而是真的中国音乐 把中国的音乐放到世界上 让全世界的观众 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中国音乐的魅力 或许有些人不太理解她 觉得她的曲风奇怪 整天鬼哭狼嚎的 但是当你静下心感受 你就会明白 龚琳娜老师的初衷 就是想把中国传统的东西给拾起来 我最终还是要把中国的音乐 唱出来传下去 这才是我人生的追求